祝本文有打工吧 魔王大人小说第21集去请捏他 观看前请多注意 关于这次21集的内容 只能说已经先在百度的魔王大人吧 烧起来了 话不多说直接尽重点 关于魔王真傲真夫的感情路线 最终获胜的是 没错 就是小千 那个故事后期一路成神的女高中生 根据目前的简易情报指出 真傲次上一集与小千亲吻不能变成恶魔后 在惠美的相助下顺利解决问题 惠美使用了圣剑次向真傲 这样的结果使得真傲从恶魔变为人类并跟小千告白 而此后小千向真傲表明 即便你想开后宫 我也要正宫的位置这样的气势 然而因为真傲变成人类的关系 似乎也没必要回去安特伊苏拉了 看来应该会在日本定居 惠美渐渐解开了对魔王的误会 而真傲也得到了想要的平凡生活 只是对于部分支持魔王勇者配的观众 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收尾方式 虽然他们因为阿拉斯拉玛斯的关系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个幸福的一家三口 但要说有没有实质的恋爱进展 可能八次都还没有一瞥 而配角小千的不断进攻到最后上位 照理说不是不行 但作者硬捧式的强行拉抬 增加戏分导致多数读者们负评连连 或许这才是使人反感的最主要原因 至于其他角色的结局 目前还要等进一步的情报 已知的是沙利叶似乎已和木齐小姐结婚 还有了孩子 最后作者和袁聪司在前阵子推出了新作 讲的是一名在便利商店上夜班的吸血鬼 在寻找变回人类的方法之中 遇见了一个专门退至吸血鬼的修女 如此这般的故事